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的话题令人震撼且充满争议 被指控为91袭击主谋的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已同意认罪 这一消息标志着这起改变了美国和中东历史进程的事件终于有了解决方案 尽管这一过程已经拖延了超过16年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律师正在辩解该国不应为91袭击负责并试图驳回相关诉讼 这些最新进展无疑会激起各方激烈的讨论和争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的来源是多伦多星报 The Toronto Star该报报道了被指控为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的主要策划者 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同意认罪的消息 这一消息标志着一个备受关注且长期拖延的案件即将得到解决 以下是文章的详细内容 哈里德、谢赫、穆罕默德是被指控为基地组织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他与另外两名同伙瓦利德、本、阿塔什和穆斯塔法 二、豪萨维预计将于下周在古巴的关塔纳摩湾军事法庭上认罪 这一消息由美国国防部在周三公布标志着一个改变了美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历史进程的袭击事件 终于有了长期迟滞的解决方案 五角大楼官员拒绝立即公布认罪协议的具体条款 不过纽约时报援引为居民的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 条款包括这些人长期以来的条件及他们将免于死刑的风险 与这些人的认罪协议是在他们的起诉开始超过16年后达成的 而距离袭击事件本身已超过20年 此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 并引发了美国对激进极端组织的多年战争 这些战争重塑了中东国家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美国社会 特里·斯特拉达是91受害者家属组织 91家庭联合会的 全国主席他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参加一场民事诉讼听证会时 听到了这一任罪协议的消息 斯特拉达表示 许多家庭只是希望看到这些人承认罪行 虽然他个人更希望看到一场审判 他希望看到正义得到实现 看到这些人为他们的罪行受到惩罚 但是他也理解一些家庭 只是想要一个结果 哪怕是通过认罪协议 斯特拉达的言论 指出了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复杂情感 他表示 数十名遇难者的亲属 在等待案件解决的过程中去世了 他强调 袭击的策划者在策划时是懦夫 今天他们仍然是懦夫 这种情感的表达 反映了受害者家属 对正义和审判的渴望 尽管过程漫长而艰难 沙特阿拉伯在此事件中的角色 也受到关注 沙特阿拉伯的律师周三便称 该国在1990年代 与美国一样 对抗恐怖主义和基地组织 不应成为 寻求超过1000亿美元赔偿的诉讼中的被告 这些诉讼是由在9月11日 恐怖袭击中丧生者的亲属提起的 美国地方法官乔治·毕丹尼尔斯 在曼哈顿听取了有关这起 已经持续了20年的案件的证据辩论 91受害者家属的律师指出 一群极端宗教领袖 在沙特阿拉伯政府中获得了影响力 并帮助了那些驾驶飞机 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劫机者 19名9月11日袭击者中 有15人是沙特人 在诉讼中 数百名受害者的亲属 和受伤的幸存者 以及保险公司和企业 声称沙特政府的员工 直接且明知地协助了这些截击者和策划者 并通过资助支持他们的慈善机构 促成了基地组织发展成为恐怖组织 一些被告包括伊朗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已经被判缺席审判 沙特阿拉伯的律师表示 该国和美国在1990年代 是对抗恐怖主义基地组织 及其创始人奥萨玛 本拉登的伙伴 代表沙特阿拉伯的律师 迈克尔·凯洛格和格雷格里 G.拉帕威辩称 原告在过去四年的证据发现过程中 未能产生足够的证据 来支持他们的索赔继续进行 凯洛格指出 沙特阿拉伯在1990年代 剥夺了基地组织创始人奥萨玛 本拉登的国籍 并在9月11日袭击之前 采取了比任何其他国家 更多的行动来对抗它 他说沙特阿拉伯 是恐怖袭击背后的主谋的说法 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并且与所有相关证据完全相反 他还表示 原告将伊斯兰教等同于恐怖主义 并拒绝承认沙特阿拉伯 遵循伊斯兰教教义 并反对恐怖主义的事实 拉帕威指出 本拉登在1996年 谴责了沙特阿拉伯和美国 他说原告的指控 充满了断言 但缺乏证据 代表原告的律师 加文·辛普森表示 有 大量证据 甚至是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 一个在美国的激进网络 与沙特官员合作 帮助那些在2000年初来到美国 准备袭击的截击者 他向法官展示了 2000年2月17日 在加利福尼亚州为两名截击者举行的欢迎派对的视频片段 称当时有29人参加了这个派对 后来帮助这对截击者在美国安顿下来并准备袭击 辛普森表示 这个派对的目的是欢迎截击者 他驳斥了凯洛格的说法 即原告将伊斯兰教等同于恐怖主义 他强调 原告根本没有这样做 现在解密的文件显示 美国调查人员调查了一些沙特外交官和其他与沙特政府有联系的人 他们在截击者抵达美国后 与他们有接触 91委员会报告发现 没有证据表明沙特政府作为一个机构或高级沙特官员 个人资助了基地组织 策划的袭击 但该委员会也指出 沙特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很可能这样 做了 丹尼尔斯已经一次将沙特阿拉伯从被告中剔除了 但国会通过了立法 消除了某些辩护 并使9月11日受害者能够重新提出他们的索赔 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 曾有说反对这项新法律 总体而言 本文详细报道了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等人同意认罪的消息 以及这一消息的法律和情感影响 文章还深入探讨了沙特阿拉伯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和相关诉讼 展示了案件的复杂性和持续的法律纠纷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 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已同意认罪 这一决定标志着一个长期延迟的案件 即将得到解决该事件在全球范围内 尤其是在美国和中东地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 并且引发了美国政府对激进极端组织的持续多年战争 从而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及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 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其两名同伙 瓦利德、本·阿塔什和穆斯塔法、阿尔·豪萨维 预计将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军事法庭上认罪 五角大楼方面拒绝立即公布认罪协议的具体条款 但据《纽约时报》报道 协议内容包括免于对被告判处死刑 在911袭击事件后 美国对基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特 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恐战争 这些战争不仅重塑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等中东国家的政局 还导致美国国内安全政策的显著变化 特里·斯特拉达是911受害者家属组织 911家庭联合会的 全国主席他在曼哈顿联邦法院 参加一场民事诉讼听证会时 得知了这一任罪协议的消息 斯特拉达表示 许多受害者家属 希望看到这些人承认罪行 并认为审判和惩罚是实现正义的途径 然而 一些受害者家属 在长期等待案件解决的过程中 已经去世 沙特阿拉伯在911事件中 也面临指控 受害者家属的律师声称 沙特政府中的一些极端宗教领袖 帮助了那些驾驶飞机 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劫机者 19名劫机者中有15人是沙特人 诉讼中 数百名受害者家属和受伤的幸存者声称 沙特政府的员工 直接且明知地协助劫机者 并支持基地组织发展成为恐怖组织 沙特阿拉伯的律师便称 该国在1990年代 与美国一样 对抗恐怖主义和基地组织 并指出 沙特在9月11日袭击事件之前 剥夺了奥萨玛 本拉登的国籍 采取了多种措施 对抗基地组织 沙特的律师认为原告的指控 缺乏证据支持 这些事件和诉讼 反映了911袭击 对全球政治和社会的深远影响 它们不仅改变了国际关系 还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国际 和国内安全政策 在事件发生超过20年后 这些案件的解决 对于受害者家属 和国际社会而言 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 哈利德 谢赫 穆罕默德等人 同意认罪的问题 坦率地说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 毕竟九十一事件 改变了美国和中东的历史进程 这些恐怖分子终于承认了罪行 无论如何都是一种 正义的迟到的实现 像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报纸也指出 这次认罪协议 显示了美国司法体系的强大 和不可动摇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真是像个政治家 但我们来现实点吧 这些恐怖分子在关塔纳摩湾享受了多少年的免费食宿 现在居然还能通过认罪免于死刑 这哪门子的正义 这是诺夫的认罪协议 当年那些无辜的受害者 他们的家属期待的是严刑俊法 而不是这种妥协 特里斯特拉达也说了 这是一种正义的缺席 我们的司法系统应该让这些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谢琪琪 你这魔说可是有点过于情绪化了 要知道 关塔纳摩湾的拘押本身就已经是极端严苛的 这些人忍受了多年非人道的待遇才同意认罪 而且 这次认罪协议能够避免冗长的审判过程 节省了纳税人的钱 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实际的做法吗 纽约时报也曾报道 这些恐怖分子在认罪后会面临终身监禁 这已经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了 哦 楚天书 说到纳税人的钱 你可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这些恐怖分子在关塔纳摩湾的开支 早就让美国人民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结果呢 一个认罪协议就能解决 这像急了我们给一个小偷发金牌 然后说这是为了节省司法成本 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家属 等待了二十年 得到的居然是一个廉价的认罪协议 这就是我们的司法体系 这简直是对正义的嘲弄 谢琪琪 你的愤怒我理解 但我们的现实点 司法系统不是完美的 但它必须运行 哈利德 谢赫 穆罕默德等人的认罪 至少让我们迈出了一步 避免了更多的争议和延误 这让我们得以集中资源 对抗其他更直接的威胁 亲人的家庭 他们需要的是正义 而不是某种国际政治的妥协 当年英国对抗爱尔兰共和军 IRA时 可曾有过这样的认罪协议 正如特里斯特·拉达所说 这些恐怖分子依旧是诺夫 不配得到这样的待遇 真正的正义应该是公开的审判 让全世界看到罪犯的懦弱和可耻 而不是隐藏在关塔纳摩的阴影中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